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神兰,一个喜欢魂类游戏,刷装游戏,以及所有能配装的游戏的玩家 现在呢,我开始玩刑伤浪人了,我并不是一个CRPG的狂热爱好者,不过呢我很喜欢战锤,特别是40K 这次的刑伤浪人据说车卡自由度很高,所以我决定试一下 考虑到我有限的CRPG经验呢,这个游戏的视频我估计也没法给它硬核起来 我就准备分享一点自己捏的角色,而这期视频呢,针对的是角色尚未成型时期的打法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我们马上开始 我个人感觉啊,刑伤浪人它还是比较慢热的,我打了好几个小时,其实一共也没怎么升级 角色感觉跟初始状态比没什么明显区别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游戏它居然已经开始追怪了,也是非常离谱 所以我需要想一个用初始的技术角色就能够做到的好打法 那先分析一下初期战斗的难点是什么吧 首先呢,我发现这个游戏里边,你攻击之后就无法再移动了 对比一下我之前玩过的另外一个战棋游戏,机械叫挖粉小队 那个游戏里面你完全可以做到啊,我先冲出掩体打一枪,然后再冲回掩体后面 但是在刑伤浪人里面就不行了,你每次进攻的风险都非常高 可以想象到啊,这个问题在后期应该是可以通过各种配装来竖枝碾压过去的 但是前期实在是很难做到 其次啊,这个游戏它是真的追怪啊 我还只是在第一战而已,就全都是敌人 虽然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劣质的杂兵 但是架不住人多啊,一个个打非常麻烦 也就是说,需要AOE攻击 如果把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看,那就更麻烦了 因为前期的这个AOE手段大多都是手短的 比如领航员的灵魂尖笑啊,灵能指的闪电链 这两个核心AOE都比较短 短就意味着你要打人就必须冲上去 从而把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 那么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的解决方法是这样的 这个方法它完全都是操作层面上的 不涉及角色养成 不过呢,角色养成肯定也有影响 只不过呢,我不说是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给它完全理清楚 那么我的打法总体来讲是这样的 利用空间纵身拉扯敌人,让敌人形成一个T级结构 然后利用这个自然的T级结构去各个击破 具体操作大概是这样子的 你把大部队放在后方,派一个跑得快的角色去开怪 然后呢,立刻后撤,留出足够的空间让敌人追击 然后呢,由于敌人属性AI等等的差异 敌人会自然的形成近战杂兵,远程杂兵,精英卫这样一个查分 对于近战杂兵而言,即便是短手AOE,依然有射程优势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AOE角色去打 解决近战杂兵之后,刚才的AOE角色后撤改为修女上前 修女的爆弹连射呢,它算半个AOE吧 射程还比较远,可以去解决远程杂兵 最后剩下的精英卫输出往往是比较高的 我建议呢,是直接让近战角色往前冲,快速的近战贴住 同时队友加buff,争取快速击杀 我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实践了一下 总体来讲呢,效果还行 但是其实具体操作的时候,受地形影响很大 所以依然要灵活应对 还喜欢我步步师马游戏乐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我迷路哦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观看